各位親愛的朋友大家好 我是許天勝醫師 在這個次元相遇不是偶然 最近世界局勢的確有很多的變化 我們說大家最近感受很深刻的就是 韓國離太院的擠壓事件 十萬個人 最後幾千個人在離太院的小巷子裡面 最後不幸有155個人因為擠壓而往生 同時前後一兩天在印度也發生了一個吊橋 我想最近一段時間大家的心情其實蠻沉重的 原因之一是因為韓國的離太院的擠壓事件 在Halloween 當天晚上有十萬個人到街頭黃歡 然後將近數千人擠在離太院的宰相裡面 因為擠壓造成155位年輕的生命 就這樣子離開這個世界 受難者分布大約是在十幾歲到30歲之間 同時一兩天之內 印度也發生了一條吊橋 剛剛維修開放 然後就有人在上面搖晃 導致整個吊橋的斷裂 造成150幾個人的死亡 第一個許醫師的感觸 是之前在很多年前 當我在導讀《靈魂永生》的讀書會的時候 其實賽斯就有預言到 越靠近2075年 這個世界的各地的災難會越來越多 而且這些災難都有一個共同的特色 很多都是年輕的生命 我覺得第一個 它會造成我們的一種心靈的震撼 就是為什麼 然後這麼多年輕的生命 為什麼會一下子就突然不見了 離開這個世界了 我覺得這些問題 會讓我們更迫切地回來問我們 到底生命的意義是什麼 為什麼我要存在 或為什麼一個年輕的生命 如果生命可以說不見就不見 那到底存在的意義是什麼 那對於那些看著這個災難 而活下來的人們 它受到的震撼是什麼 第一個 比如說我可能會去想像 如果我在那個現場 是不是 是不是我就會擠死了 或是也許有些人說 啊天啊 那天我就在旁邊的一個街道 幸好沒走進去 或是有些人可能會說 天啊我本來也是要去參加的 OK 好 所以 當我們看到這麼多的死亡 或是在 所謂的一些 Near death experience 就是 冰死經驗的人 當我們在面臨死亡的時候 到底 激起什麼樣生命的動力 好 那這裡讓我再次的想起了 賽斯書的靈魂永生 意思是說 當我們在面臨這些 一個生命突然不見的時候 我們所受到震撼是什麼 如果我現在還存在 如果我明天可能就會不見 那我要怎麼過日子 我怎麼看待我的存在 生命中的priority 是不是會重新排列 好 比如說 像許醫師接下來就會 鼓勵或帶領做的賽斯家族 尤其是我們所有生病 甚至我們的那些得到癌症的癌友們 好 許醫師想把所有的人 都帶上一個方向 什麼方向 利己利人利益眾生 就是當我們知道一個生命 是可能隨時會不見的 當我們回來 顧我們當下的存在 那麼 我的存在 是不是只是還是 賺錢 買房子 工作 吃好吃的 假日旅遊 那如果這樣的生命 瞬間就不見了 那還有什麼意義 所以 我們開始去問 存在的意義 我們開始去問生命的意義 所以如果 許醫師想把大家帶往一個 利己利人利益眾生的方向 那麼 是不是在這個方向裡面 我們就會覺得 當我們在看到生命這樣無常的時候 我們就不會覺得 這麼的失落 這麼的震撼 然後這麼的回過台問 那到底我是怎麼活著的 所以 當我去回想 我們活著的態度 活著的意義 或是對於那些已經走掉的人 對比於我們還活著的人 其實感觸很深 來 許醫師再舉個例子 比如說我的大學同學 之前也耳聞有幾個同學 也許可能因為意外 或因為癌症而死掉 那時候我就會突然被震撼到 欸 怎麼這麼年輕的生命 也就走了 那如果我還沒有走 那麼我要幹什麼 如果我到這一世 假設也有一些人 在我這個年齡也走了 那麼我接下來我的活著 要有什麼不同嗎 於是我就要回來問我自己 在我還存在的時候 我想做些什麼 我怎麼看待我的人生 舉個例子 許醫師有一位個案 陷入憂鬱 常常在問 存在的意義 活著的意義是什麼 後來這個個案跟我說 他說欸 許醫師啊 我在想喔 如果我有所謂的 Near death experience 就是所謂的冰死經驗 會不會有所不同 我說也許啊 如果你有所謂的冰死經驗 會不會當你從冰臨死亡 再回來的時候 你會覺得你不同 你會覺得生命 似乎不只是為了個人 生命似乎跟地球跟萬物 有著一個量子糾纏 後來這個案就跟我說 他說許醫師對欸 因為這是海外的個案 他說 許醫師我在 這個 喝那個蘑菇水 大家知道這個蘑菇 有一種毒蘑菇 它是可以產生幻覺效應的 當然這是毒品 不補應大家要使用 那 這個個案在海外 他是使用這個 蘑菇 這個蘑菇水 他說許醫師 但是當我在使用這個蘑菇的時候 我的確感覺到 一種與萬物相連的一種感受 好像我的生命不是個人 它是宇宙生命的一部分 好像我的生命是跟整個地球的萬物 相連的一種概念 對 我就跟他講 我說對 很好 那你是喝了蘑菇水 才有這種感覺 我是透過對賽斯心法的體會跟學習 我有這種感覺 我也覺得 所有個人的存在 跟所有一切眾生的存在 其實是一體的 我也覺得整個地球的能量 其實是相連的 我也覺得 人類跟天上的飛鳥 地上的走獸 海裡的魚的 一切是相連的 所以一個人類的靈性的擴展 意識的擴展 它其實迫在眉睫 它甚至可以挽救這個地球未來的命運 所以我覺得這些年輕的生命的離開 會讓我更去問 那我接下來我要做些什麼 接下來我的生命的意義到底是什麼 如果回到剛才講 假設我感受我的存在 不只是我個人 而是跟所有的萬物是相連的 那麼顯然有好多事情等著我去做 好多的理想 好多的夢想 好多的利己利人利益眾生的事 等著我們去做 那如果這樣的一種 Enlightenment 這樣的一種覺悟是存在的 那麼我相信所有的生命都會不一樣 我們不只是會因為這些年輕人 這些災難而被打擊到 反而我們會因為這樣子 而更振奮我們自己 而更珍惜所有的生命 而更珍惜我們在這個世界上 我們如何去奮發 如何去更正向的去為自己 為周遭的人甚至為這個世界而努力 我覺得這是離太院的事件也好 這麼多世界上的災難的事件 給我的一個啟發 那當然也是要提醒大家 不要去人多擁擠的地方 記得保護自己 然後記得不要長得太焦囂 沒有啦這不是你們決定的 記得在危險的時候 要懂得怎麼樣保護自己 好不好 謝謝大家